尾牙宴上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席了 人气很旺 不过前一天民进党中央的尾牙宴却传出独漏了她 虽然蔡英文回应这样也能做文章啊 但有没有收到邀请呢 蔡英文却推说 不知道真相起人一斗 而台大仪师柯文哲也出席了 两人一前一后到场 柯文哲一上台就开启玩笑 说自己好好的人 现在却是台北市长候选人 让台下哄堂大笑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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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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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参加凯达格兰学校尾牙宴气势如虹 但在前一天党中央北区的尾牙宴却缺席了 难道是两个太阳不能互相照亮 我这个也有文章可以做 我昨天有其他的行程 你说要邀请韩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真的遭到毒漏吗 四两拨千斤撇开话题 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日前提出两岸关系就像海滩之欧 各走各的蔡英文这回 倒是呼应很清楚啊 忙副贺不让外界见缝插针 同一阵线的还有他 我只要看到摄影机一定挤出笑容 因为不可以让离居得逞 一天跑好几趟好累啊 柯文哲不改科室幽默 更自爆一通电话 改变了白袍医师的未来 张霍梅打电话给我 来说我先参加砍下 然后我现在参加被人自然候选人 柯文哲 共战 围压场仿佛造势会场 又是唱歌又是敬酒 人气红不浪 政治素人又非典型政治人物的语言 抢选票作风也很非典型 TB也新闻 总统报导